BY SC Creative 創用CC Creative Commons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与台湾创用CC计划的教学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创用CC知多少 这也是台湾创用CC计划 与开放文化基金会合作的示范教学专案 先请问各位的是 请你想想 自己有多懂著作的权利呢 请自己评估看看 是完全不懂 略懂略懂 普通懂的程度 还蛮懂的 或是觉得自己是领域专家呢 那么或许你就不用再继续听下去咯 因为啊 以我来说 自我评估 我是介于普通懂跟还蛮懂之间 而我仅能帮助 比我不懂的人 更懂一些著作的权利 当然 帮不了 比我更懂的人 著作的权利是在创作完成之后取得 随着时代演进而有所不同 它是印刷出版时代之后才出现的权利 不过基本的概念一直延续到网络时代的今天 也还没有改变 一个需要了解的重要观念是 在著作的权利中 受保护的是那无形的著作 并不是有形体的物 有形体的物 本身有其他关于它的权利 跟著作的权利是不同的 看看不同时代 能够承载著作的石板 书本和平板电脑吧 同样都有一个实体的物存在 也同样都有附着在其上 无形体的著作 而最早的石板 如果想要复制上面的著作 你会发现啊 早人刻字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所以只要给予拥有权利的人 这个物的权利就可以了 当时没有形体的著作 还没有权利的存在 后来印刷术发明了 制版虽然还有相当的成本 但是复制的门槛已经大幅降低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以特许方式赋予的出版权利 而之后最流行的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版权所有 翻印必就这句话了 然后 进入资讯时代 特别是 网际网路发明之后 著作本身 不见得要附在一个实体的物上面 利用资讯产品复制著作 在网路上传输著作的成本 挤进于零 可却还是依据 原本书本出版的逻辑 在保护著作的权利 将各种利用行为 纳入受保护的范围 看看这硕果仅存的日新注字行吧 在传统出版的印刷制版时代 这满满的签字 都是要用来排版的必要前置作业 而在数位出版时代 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程序 所以注字这门记忆 也就渐渐地消声匿迹了 看看你的左右 打开你的背包 摸摸你的口袋 随处可见的 是不是都像是这样的行动装置呢 虽然各种著作 都可以在它们上面呈现 但实际上 著作本身 也可以悠有于网记网路之上 而不受到任何有形体的物 再拘束了 不过啊 可不是所有的著作 都受到著作权利的保护 有一些著作 本来就是没有著作权利的 另外一些著作 则因为时间太久远 而失去著作的权利 当著作不受到著作权利保护的时候 我们称它为公众领域的著作 而无论原本受不受到保护 所有著作终究会进入公众领域 以我国一般状况来说 从创作完成开始 著作的权利涵盖作者存活期间 以及其死后的五十年 而这些公众领域的著作 想要利用它们的人 要怎么利用都可以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 牛顿的数学原理手稿 上面还可以看到它 为了出版第二版 而手疼的修正文字 虽然书已经没有著作权利 可以保护了 但这张照片 还是有著作权的 以我国的观念来看 著作本身同时被认为 是人格的延伸 也是一种财产 因此啊 受保护的著作 是受到两种权利来保护 分别是 永久受到保护的 著作人格权 以及 有一定期间的著作财产权 著作人格权 就像人格一样 无法分割 所以也不能在法律上抛弃 或是转让给别人 而著作财产权 就如同财产像身外之物一般 可以透过约定的方式 转让或授权给别人 需要注意的是 著作权利保护的主体是人 只有人才能主张著作的权利 其他人以外的 像是动物、植物、自然、超自然生命的创作 都不能够主张著作的权利 而且啊 著作权法保护的是 著作的表达方式 不保护著作背后抽象的思想、概念本身 也就是说 没有人能禁止别人利用自己表达方式 背后的思想跟概念 以免这些思想跟概念 可以被主张权利而垄断 进而影响我们的言论自由 因此啊 单纯利用创作背后的思想、概念 并不会侵害著作权 举个例子来说 参考别人的创作 以自己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的著作 或者 依据一份课纲 以自己的表达方式编写的教材 都不会侵害别人的著作权 这是张举世文明的照片 摄影师自己讲出来咯 是他的相机啊 被猴子拿过去自拍 因此 这就成为了无著作权的照片 任何人均可以从事各种利用 原因就是 猴子并不是法律上的人 所以他所拍的照片 无法主张任何著作权利 维基百科后来 也收录了这张图 将它标示为 公众领域的著作 当我们谈到著作权利的时候 这些权利 几乎涵盖了所有虚拟 实体的创作与分享行为 也就是说 刚刚提到的著作人格权 与财产权 其实都是一组权利 而涵盖的范围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广 从要不要发表 到发表之后的各种利用方式 都包含在内 而且更重要的是 所有权利在法律上 都是预设保留的状态 平常我们常常进行的各种动作 像是拷贝档案 拿国外的创作翻译成中文 转贴别人的内容 或是网路上常见的改图 等等等等的做法 只要还有能主张著作权利的人 原则上 没有经过他的授权 通通不能做 而当我们不确定 有没有授权的时候 就等于没有授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